瓜地馬拉黨第十五日凌晨 總統當選人阿雷巴洛 在首都國家劇院舉行就職典禮 2023年8月阿雷巴洛 以前總統之子的身份 拿下六成得票率 成為瓜地馬拉首位左翼總統 但原定今年一月十四日 下午三點要宣誓就職 卻遭到反對派阻撓 這一拖就拖了九個小時 因為阿雷巴洛所屬的總子黨 過去註冊政黨時 被控利用幽靈黨員 引起庭權爭議 國會反對派最後關頭 再挑起相關論戰 拖延國會議員入職一事 總統就職大典同樣遭到延後 居使者們一度爆發幾名衝突 臺灣外交部隨後已表示 受邀出席的部長吳釗燮 一切平安 世界更引起歐盟以及 拉美國家領導人聲明關切 即使一波三折 阿雷巴洛終究在十五日 午夜正式宣布就職 過去他曾強調上任後 要維持對台邦交 未來將會出現什麼樣的互動 還得要繼續觀察 陳新文 聯航報導